美国国务卿安东尼·布林肯于2月22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G20峰会期间会见了日本和韩国外长 韩国官员周四表示,外交部长赵泰烈将于2月28日访问美国,并再次会见布林肯 韩国外交部发言人林秀书表示,赵泰烈和布林肯计划讨论加强对朝鲜实施延伸威慑的能力,以及两国之间的全球全面战略联盟